再来看到就是呢 今天的天气下探9度低温 北投温泉业者呢 光是从前天开始哦 就已经涌进了许多的泡汤客 那么今天状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肖湘怡告诉大家 湘怡 好主观众 我们看到今天天气真的好冷哦 我这个在外面也真是身体直打哆嗦 我们看到今天在台北淡水 就已经只有11.1度的低温 而在嘉义呢也只有12.1度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台北地区 相当多的民洲都感觉到天气冷嗖嗖 而且呢在这个北投温泉去这里 倒是很热闹 我们看到很多阿贵阿嬷 都在一大早就来这边泡温泉 我们来问一下说 诶 大哥 你们这来几年了 因为天气都冷了 泡这个比较好啊 四五个啊 那股头比较松哦 对对 怎么松啊 它这个鲜红它可以住那个酸酸痛 它可以住酸痛 它们酸痛的时候到这边来泡 一次又泡多久 这个泡了 它以前是两个钟头 差不多两个钟头 我们差不多十分钟起来一次 不能够泡太久 十分钟起来一次 然后去泡那个凉的 那边有凉的水 一样的水 泡下去再泡这个热的 这几天都来 都有来 这个天气最好 好我们特别听到许多相当民众 他们都说这几天天气真的很冷 因此一大早的时候 就会特别来这个大众公共浴室 这边来泡汤 尤其呢因为这边有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才四十块钱 所以他们都觉得非常的划算 不过特别提醒您 像在北投这边是属于青黄泉 他是说有致这个 关节酸痛的功效 但特别提醒这个 心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 还是要特别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尤其如果在泡汤的时候 下去试水问的话 要先用手背来试水温 然后呢 以这个泡到汤里头的时候 也不要一刻就这个 一鼓作气的就这个做下去 还是要特别呢 先试一下水温之后 再慢慢调节自己身体的状况 再往池子里头泡 会对您的身体比较安全 先把镜头还给同类主播